大家好,我叫潘雲伟奇,我今年8歲,我要和大家分享我學習漢語的小故事。 我在孔若學習漢語已經一年了,剛開始的時候我看不懂P字母,是老師很有耐心的教我。 現在我不僅學會了P,而且我還學會了很多三句。 我開始喜歡閱讀,喜歡和家人說中文,也喜歡中國文化。 我知道十月一號是中秋節。 中秋節是我們中國的傳統節日,它代表幸福、團圓、安堪。 中秋節也是家家傳人的日子。 這一天,大家都會吃著月餅長的又厭的月亮。 全家委在一起,吃著津津有味的傳人飯。 吃著吃著,我情不寂靜地想起我看過了一句詩句。 但願能長久,千里姑長尊。 最後祝大家春秋節快樂,幸福安堪。 我的故事講完了,請問你們喜歡。 謝謝大家。 謝謝大家。